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遊戲時光機 我是實況主 歡迎各位大家好 首先感謝各位點擊進這部影片 如果可以的話請在下方幫我按讚訂閱留言開啟小鈴鐺 因為這對我言真的很重要 就再麻煩大家了 今天我們繼續回到七十殺的遊戲世界 在上次我們終於完成了修復發電機的任務 不得不說其實墓園修復完的發電機其實還蠻漂亮的 今天我們又要繼續進行什麼冒險呢? 看起來就知道啦 GOGO OK 我們回來了 喔 我們又回到了墓園的對面 而且這次很剛好的 我們這次的任務就是這一間 我們上次才打完 殊不殊我們立刻又要再來一次了 不過 這一間陷阱很多 所以沒關係我們走過一次應該就會記得了 好我們開始吧 GOGO 你看 都從哪裡炭好了 我記得 炭去燒的時候可以燒比較久 我都不管他這邊有沒有用欸 剛剛有的話我一定要被塞連的對不對 炭去燒的時候可以燒比較久 我都不管他這邊有沒有用欸 我都不管他這邊有沒有用欸 是從下面走進來的嗎? 這我還記得不是 沒有 因為平常探奇時不會特別接收 我只是想說,碳如果燒的話 應該會比較好 因為現在熔武有在做事 所以還是弄燒碳可能會好 然後我們現在是第幾天了 其實我有一點忘記了,12天 代表我們要開始做一些陷阱 這次陷阱我想要全部 我想要升級成鐵製的 這些釘刺,我想升級成鐵製的 而且這次其實比較麻煩的是 我已經沒有那麼多燃燒彈可以用了 燃燒彈其實在上一次已經丟光光了 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糟糕 糟糕 一次兩隻 再兩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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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敲一下 完蛋,後面還有 哇 差點連中 這門鎖著 我是不是還是要下去 等一下 我沒找到嗎 是虎線的關係我沒找到嗎 先 我沒有,這邊就沒有了,所以一定要下去 木頭,這個木頭量很大 咦 這邊有肉喔 這邊有肉喔 啊,有是不是少收一個 皮喔 不要輕而,不要隨隨便往下跳 太危險了 所以這邊 沒有,沒東西了 所以看來還是要往下跳 藏匿處 哦,這是藏匿處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個 其實我不確認是不是每一個 任務點 就是任務點 都有這個東西 下面應該有殭屍 我現在角度是 看不到的 所以我看到就知道 下去準備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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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所以,喔 所以剛好從那個洞過來 喔 就四個洞 走 左邊要有一隻對不對 揮一下 欸 我想說揮一下我要開門 就 沒開到門 就反而被他多揮一下 可惜了 欸,暖光擊殺的是在 正過來這一隻 喔,剛剛視角剛好看不到這一隻 可惜了 遠遠的就可以再出一隻要這一隻 好晚 下面沒有 我自己吃木頭欸這個 哇,就這樣子而已喔 這木頭有點少 這也是什麼 沒土 車輛旁邊 車輛旁邊 嗚嗚 嗚嗚 敲一下來看一下後面 怕沒偷襲 這個只有木頭跟鐵 這個真的已經沒有斷鐵了 收集木頭挑戰完成 對耶 挑戰 我上次有記得看挑戰內容嗎 就我之前哪一集有在講說我要看挑戰 然後回去我沒有看 這個都 嗯? 左車? 欸? 那怎麼搞? 欸? 嗯? 沒路啊 我要強行開路了嗎? 我其實好久沒有遇到這種我必須強行開路的點 還說因為下面其實不一定會下來 因為我是不小心掉下來才 才要下來呢 是不是因為這樣他沒有安排說 我們一定要 一定不能拆 那棋子也還好 小小的 也是喔 他那個才三百 三十 不到一百 一起少 都要給我的 我在雙方 他沒有 知道嗎 我還會知道 對啊 我還會知道 我明明是來 我已經在不知了 我找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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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的有點慘,不好意思 沒有,沒東西 這樣就不會有要掉下去蟲繞一圈的問題 為什麼你先 這裡應該就沒有了吧 如果剛這樣子的話 某個陣營其實我稍稍 我燈光機關 我其實稍稍習慣性的蹲行移動 所以可能看起來會慢一點 如果 前面有在看完七十三個月注意到這件事 我很習慣我要蹲著走 走起來會感覺慢可能 OK,沒有了 現在就往上跳的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他剛剛給你那個 他剛剛給你鑰匙讓你開門 怕你直接跳下去 漏頭 轉頭 沒有 來 他怎麼下面還有一點沒開 這裡會掉下去 對 欸 是這裡會掉下去還是這裡 那裡會掉下去 上次好像就直接墜落這樣 所以這邊要先開 這樣就不用再上來 這樣就不用再上來 上次還特地爬上來開這個 上次還特地爬上來開這個 然後 我們有沒有辦法 我們直接 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不用再上來第二趟 好 夜行者 可以 傳教士 不死族傷害 不死 不是 喔不對 我們有一般的動物 不死族傷害 其實這不是全都是不死族 我們有動物 有雞湯耶 直接喝掉 雖然說我覺得雞湯應該有相關的食物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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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差那一個 不差那一個 這個 是嗎 是 是 好好好 這個就是有經驗的 騎士殺 玩家 已經知道你會掉下去之後 很多東西其實是可以預防 所以其實雞湯在這些部分的設計其實很好 你就可以做很多的預防 250 是這個嗎 還是這個 應該是這個 嗯 這應該是這個 總之我們應該敲個250 為什麼這個有500啊 等等 沒關係 這樣就好了 蛤 OK 我出來了 蛤 這 這裡有炭 再多拿一點 好 我們接下來就回去接新的任務 這應該是新的 對 好 我們就回去接新的任務 然後再看我們去哪裡吧 Go Go OK 我們 回來了 那 這次的任務叫Doorhouse 那有一個比較尷尬的問題 就是 我剛剛在接任務發現我的成績又回到了成績 我前面都接惡 但現在突然變異 我不太確定是不是因為 今天我在拍攝的這一天 它其實是有一個更新的 所以我不知道是因為更新的問題 導致我成績被退回去 不過 沒關係啊 退回去又退回去 我們慢慢玩啦 反正我們重點都是 每個七天的血月嘛 目標都是想辦法把 打造出來一個堡壘 讓它吹不壞 這樣 OK 反正那個就不管了 好 再來我們來看看我們的挑戰 喔 收穫這邊挑戰不錯 對換聚合 其實每一種物資幾乎都有 喔 升級升級 那我進階的有完成過嗎 欸有欸 木頭 這個之後才會 這個也要之後 這個還比較難 欸 等一下喔 需要閱讀後才能開產這些東西 需要閱讀後才能開產這些東西 那所以意思是 等一下我往前翻一下 所以該不會 汽機車鄰近有些東西 你必須要那個吧 沒有沒有 至少沒看到 然後是不是因為我都 欸有欸 發上去散熱器 我在想 我在想說 是不是因為我那個 路燈有斷缸喔 我剛剛等了 我忘記了 喔電瓶啦 我想說是不是因為我等級不夠 不能拆電瓶就好像沒有 放置一個木門 對耶 我們都沒有放 我們是用現成的 我們是用現成的 不管了 那技能 技能 我們是用來的 我們是用來的 哇 晚半秒 這起來還蠻好用的 洞茶子 没挖掘,这是要挖掘的 这个好 收刮更快,所以这也不错,而且奖励更好 不行啊,我什么都想点啊 这个不用,奖架这个要,可是这个要智力要3 智晕棍 学徒 这个也要点,这是什么都要点 医生也还要有智力3才能开始点医生 好,天啊 建树,我想往上拉,我还要再多点一点 我个人是相对喜欢装甲 我要先点智力吗? 先点智力,这样子我如果这一趟回去 钱够了,就有机会再买 今天够了,应该就可以再买 所以OK,够 企图买更好的东西 双层了吗 哇,吓到我 这么近我就不急,直接开扁了 哦,太好了,是种植场 种植场就代表了,代表很多的东西我可以直接拿 那一边,哦 另一只 一只挡在哪里 上 我把箭矢還不還我 箭矢還不還我 沒看到 這是什麼 女鬼 死亡獄獄蜘蛛 蕭 房間 我剛看到了 他也看到了 他也聽到了 來 來 哇 我剛 喔 是有看錯了 我剛以為晃了一眼在這邊 都不是 嗯 這裡等一下 我們先把基本的這裡看 這是什麼 酸喔 土豆 這邊的土豆不是我們台語的偷盜 這邊的土豆其實指的是馬人數 對上 對岸的土豆指的是 馬鈴薯 中國大陸的土豆指是馬鈴薯 而不是我們的花生 旁邊一個 哎呀慢了 我再找一步就有機會了 化學祖 哎唷 直接燒到銀礦嗎 這麼帥氣的嗎 等一下 為什麼我覺得這間看起來越看越果廟啊 難不成是自毒工廠嗎 能種這些東西 然後又有雅硝酸 然後又有化學祖 那斯的銘房不太可能 種這個 然後告訴我你在製藥吧 嗯 所以感覺上 工廠的可能性很高 嗯 能看到嗎 沒有 沒有 後面也沒有 你是對面啊 欸 這是什麼意思 啊 為什麼 沒有獎勵 為什麼 為什麼我沒有獎勵 哦,為什麼? 我不是該打的都打到,該做的都我做到嗎? 可惡 看一下,回去看一下有什麼 喬錯哥,要喬左邊,右邊那個才對 喬錯哥,呦,槍 可以換了 我好像今天才看到他在維修這個東西而已 我就遇到了 也是頭一次遇到了,這一季 就好像說有些任務解完他會跳這個 就是你沒有達成任務需求 你雖然可以回報,但沒有獎勵 不確定,我們回去看看 不應該啊,應該在我做完嗎? 有耶 漂亮,又是棍子 不要,又是長矛 不要長矛 這間 這間是不是來貨啊 我先去你後面那個 他很遠那就算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來過 看這個就知道了 我覺得官方真的要做 那個 就是讓玩家可以製造塑膠維浴 不要說箭矢一定要去找那個 羽毛,有點太難 因為後期你很少會路邊停下來去找尿巢 對 對 所以玩家可以做塑膠維浴 這樣 這樣不錯 不然攻系到後面真的很麻煩 好,我們開始吧 又是一級 不知道什麼時候又回復二級 我應該只要我身上去應該就會回到二級 這應該跟上次的劍一樣 只能從二樓塗路所以方法還沒有不少 這裡應該是塗路頂 咦? 那你來一下 這不是塗路點喔 我認為這裡是 結果他告訴我這裡不是喔 太陽能板 這能拆嗎? 拆了會給什麼東西? 唉唷,這個有斷鐵 好 這個好 哇,接下來是夜晚時間的各位 我們這次每一期都要在晚上 排扁 嗯,OK 燒起來了 這個 能關火嗎? 這次好像有些獨特的場景是 就是要玩家去做一些互動 看起來很棒 醫療床 醫療床? 這是 看護嗎? 這床是專業級的醫療床 賭一隻 這隻 那一隻應該不是 這這家人應該是很有錢 所以還有特別 有請專業的照顧者之類的 可惜啊,還只有末日 再有錢都沒有用 下面藏好一點東西吧 是 這是嗎? 我不想要浪費我的箭矢去做測試 這箭矢真的有點太少了 這輪100這個位置 很Combo 這感覺是 射箭 射箭 那邊還有一隻 抱歉了,美女 可以打到你 沒有嗎? 沒有 有殭屍的聲音 感覺在左前方 不知道是在屋子外面還是屋子裡面 然後有草的聲音聽起來也許在屋子外面 不是,屋子裡面 站起來也大嗎? 要裝死 有屋子外面還有 不要站起來了 你站起來我覺得壓力好大 大盜 可以喔 喔,燒掉了V-1就在這裡 這樣子看起來有東西,但是我也沒辦法關火的感覺 行李,所以還沒結束 右邊,前面,右邊 走左邊 右邊 這裡可以上去 所以這是上去的樓 那這裡等一下 往後面 自己看就是這邊準備開門來打我的感覺 嗯?沒有 竟然沒有嗎 沒有喔 沒有喔 這地板會崩掉之類的 OK OK,那我們要往上攀登了 狹路相逢勇者勝 是你們跑好像不太公平耶 OK 你們這樣子跑好像不太公平耶 哈 他不就好就要帶我有棍子你們沒有 不錯喔 支撐員裡頭 爛大街的東西 所以這可以下去 這可以出去 好 好 來 我們 來服用一個愛眼眉 啊 加五十五 戰力平 加五十 加十 越後期 也是越好 謝謝喔 木工品質 吃可以說 好 吃東西不是說不好 是覺得 好吃的 那麼貴的三百 你給我這些 重點是不是我想要的 如果你給的是 如果你給的是 那個熔武 可能會開心 你給獵人多久 好吧 結束了 接下來就是我們回去的時刻了 那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這樣還算不錯 雖然說今天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的任務層級被推回了一直 但是可能因為這樣子吧 所以任務其實相對不難 我們一天就玩了三個任務 然後 算起來都還算是新的地點 不知道大家感覺怎麼樣 我們回去吧 OK 今天就到這邊啦 感謝各位的收看 遊戲時光機 我是實況主朋友 我們下回合再見囉 掰掰 掰掰